《環境學問》 繼續回來這部份是《環境學問》 只必要討論風水運程和今年的運勢 請來這位嘉賓就是高盟禧師傅 Hello 高師傅 你好 恭喜發財 既然你好 恭喜發財 恭喜大家農政虎猛身體健康 財源廣進 高師傅在這裏 只必要問高師傅 今年整體運勢是怎樣 踏入農年 其實我們在過年前已經立了春 先問高師傅 今天是大年初一 怎樣看今年整體的運勢 其實很多人都說 今年的運勢應該不樂觀 會比較差 但實質來說 其實我們要看 今年其實我們是一個叫無土日園 無土日園最喜歡見到是炳火 在月亮有個炳火來照耀整整個立春八字 整體在上半年來說 問題是不大 但問題至於有些隱藏的問題 可能是危機也好 隱憂各方面的問題也好 因為它本身有幾個局 我們又合又會 一會兒又合了木局 又合了火局 又合了金局 又合了水局 總之四大局都合了 問題是哪個局是強勢的 強勢當然是一個印局 即是說我們始終都是空中有救 一件事都能夠迎刃而解 或者是有問題都可以拆招拆得好 但這個在上半年來說 是可以有這個吉利的現象 是很順滑地走下來 但到年底秋季打後 因為它有一個合了暗的金局 暗的金局 其實會在農曆的五月 它已經有些火花已經拆出來 這個金局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正所謂金就等於像斧頭 木就好像是一棵樹 木局也是透出來的 那它金木兩個一起拼冰砰砰的時候 就自然有些火花有些東西出來 所以就是說 在秋季冬季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變化 或者容易有一些天災人禍 那些東西 還有那個投資方面 大家都要比較小心一點 那個時候就大上大陸的情況 好像過山車會危機多些 那就要綁緊安全帶 高師傅 其實我們講的過去一年 其實香港這邊 無論股市樓市 氣氛認真都不太好 今年回來也是 其實我們講的 美國接下來的年中 就估計有機會會減息 你自己看看 如果我們從九運方面去看 其實在地運方面是怎樣 九運從2024年開始 至2043年 但是其實在2023的下半年 其實氣氛已經入了九運 所以變成這個九運來講 九就代表是五行熟火 是尼掛 那一個火的形態 你們簡單去思考的時候 它會是升可以升得很快 滴得很快 亦都是代表一個文明 即是來得很急 可以來得很急 亦都可以消失和進展 退落都很快 即進退都很快 還有火是代表文明 代表是嚴厲 亦都代表是爭拗 代表是爭執 是非 所以在九運來講 其實會在世界各地來講 會多了些爭拗 是非會比以前八運七運更多 以前七運可能是大家口述多些 但都有戰爭 一直以來都沒有停過 大小戰爭還是大戰爭 但今年九運開始 就會容易有很多危機性 會忍憂 會看撞哪年會爆發 至於樓市來講 我們一個大的立春八字 是說整個世界的氣候五行 局勢變化 又要看每一個地區的立國時間 或者立地方時間 相對之下 就是一個大小 一個體和容 體就是整體 一個個別的名革 或者國運一個地運的時間 去配合誰會認得比較厲害 當然 其實我們說到地運 不同區又不同 今年的方位 財委在哪裡 財委今年在西南邊 因為九運進入之後 我們的財是要看九 不是看八 要記得 所以我們今年的財星 就落到西南邊 當然如果增加財運方面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在西南邊 放些水種植物 因為水為財 木也可以關火 變成可以關火 變成可以關火 九指財星 也有些人要看位置 如果廚房 放不到水種植物 也很難放一些 吹旺 我亦有教客人 不如用一個銅葫蘆 裝水 這樣中和 有時候五行的東西 過旺就變成麻煩 過了籠 對 會破壞的情況出現 舉個例子 桃花雲太好 也不是真的那麼好 那看看你是 哪一類 是爛桃花 還是好桃花 當然是好 所以我們要旺的時候 要看位置 如果廚房 我就建議一下 你可以放一些 陶瓷的葫蘆 或者銅葫蘆 裝水 再加一些 小小的植物 都可以 但如果你說 不是這樣放的時候 你就怕麻煩 那就是簡簡單單 就放一個 在屋的廳 再找一個 西南邊 就不要拿大方 廚房拿西南便 就是這樣 如果廳的西南邊 角位那邊 就放一個水用植物 過去幾年 大家知道受到疫情影響 去年才開始疫後復常 當然疫後復常的力度 就不似預期 但大家都關心了健康的問題 最重要就是龍馬精神 高師傅 今年健康方面 健康運勢在哪裡 我們的病氣位 就是在東南邊 今年 如果你是床頭 即是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睡在這裡 頭後面是東南 就會比較容易 拍一些病氣數 加上你適合疫情過後 大家都對健康很著重 尤其是這幾天 特別天氣又會冷 另外一個 就是五黃災星位 就是正西位 即是說 如果你的床頭 後面是東南的 通常我都會教別人 放一些葫蘆 葫蘆也是化病氣的 不管你是九雲八雲 都是這樣用的 或者木葫蘆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的東南是熟木的 但是如果你說 為什麼我要提到東南是病氣 正西是五黃 因為五黃的災星 如果你不睡在那裡 但正西位 你經常有些 噴噴噴噴的音響 或者是有些電器在動 或者是有些魚缸 或者是有一棵大植物在那裡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植物在黑五黃土的時候 就會容易激怒了它 就會有些問題出來 所以如果你說 剛好你有植物 是放那些土種大的粗鋼植物 即是正西位 就先移走它 移去哪裡 可以移去西南面 幫你聚財 或者搬去正東面 幫你聚一聚旺 人員的氣 說到人員 剛才我們說 爛桃花和好桃花 當然希望好的桃花運 其實要增加人員方面 運勢又應該怎樣做 今年的一百水星位 就是正東位 正東位 正東位 是水種植物 非常合適 因為冬面本身屬木 水種植物 水是有情 也是桃花 再加上一些有花或植物 來山旺 就會可以催旺 枝數可以放1 1枝 或者放3枝 1和3 大家記得了 其實今天是大聯初一 初二有些開年 其實有沒有什麼時勢比較好 還有上班 最關注是開工大吉 如果可以選擇 有什麼日子 開工大吉 會最好 其實今年很多時候 人們說 初五要開工 初五的日子是月破 月破開工 就容易答應 要轉老闆 或轉工 有個年輕人跟我開玩笑 我想轉工 那天回到那裡 那你自己考慮 或者你跟老闆有些不和 不一定轉成 可能是給自己一個奔波奴隆 不開心也可以 所以我建議你們用一些漂亮的時間開工 但初五打工沒得選擇 大型勢都要你上班 我哪裏可以每次請假 如果人人都請假 那公司便沒有人做事 請一個no pay leave 那怎麼辦 老闆又會去詐型 那你乖一點 早點八點半上班 早點回去 坐定定在那裡 開個電腦做事 或者八點半回去打卡 會好一點 因為八點半的時間 都是有些貴人的 都可以幫忙 如果你說九點至十一點的智時 人治新三營 就比較辛苦一點 就沒那麼好 但是你說神時那個 雖然你說童年神神應 但是那個也有個炳火的貴人 都會好一點 最重要的 大家就是龍馬精神 和開工大吉 每樣東西都順順利利 今天和我高師傅談到這裡 多謝高師傅 走上 我不是解決了嗎 我不是解決了嗎 我來這次